只能往炮龙 对 Pero来攻防了 攻这个小北的小红楼 直接上二楼 想要翻窗口 让KK翻进来 看到个小头皮 小北架住 只能秒头秒掉 马云龙 马云龙今天不能倒 推开门 这位脚闪 我感觉Pero这一包主要出小事情了 马哥 还是打掉了 打掉了小北 小北这鼠标都拉出鼠标垫外了 赚了360度 还好有一个就是小阳台 给马云龙踩 如果这个房子没有马 爱奇也选择了旁边的炮楼 3A还在抽搏 想推进啊 哎呦 杰尔好准啊 把小黑给打了 这个位置的话依旧是不能扶的 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延伸了 看看风景 现在也没什么把打 其实包括旁边什么巨幅啊 就是同样的情况 独独信息 这准黑在炮楼里面疯狂挨揍 就是鼓不了好气啊 来了怎么办 天霸直接开车往里扎了 哦 扎到一个树台上 老远 这边起了头 等小鹿最后一个 由于天霸刚才从旁边路过的一个车辆 小鹿只能被迫的缩回来 要反手来劝拉 天霸这个时候就把人夹在中间 全部不卡在圈的边缘 哎呀 把坊的强陷 但是还是被 3A给打掉了 唐弟弟 小唐冲完枪以后自己就被 撕边 你们打 你们凶 你们凶 去厕所了 厕所里面有人 那只能应该是旁边的半坡 再来颗雷 这个雷有东西的 不 先炸到一个 再打 打掉一个小鹿 小鹿一传三 Triple kill 还有 来了有没有 一传四有没有 对方已经变雷了 打残了 我定位置 放这角度 烧 烧出来 哎呀 差异丢丢 就差异丢丢啊 完成一传四 这3A前三个人都没造成伤害 这鹿子哥小身码控制的无敌 弄里面留点也不好听 里面的人根本不够了 白强却拉枪线拉到侧子旁边 车保不住了 这枪线 拉的有点小裂 天马确实这个位置的话也没有地方可以选 不管到哪 都要面临对手的压制 现在 算轻松嘛 反正他最后那一波打小鹿的时候还是费了很大的劲的 差一点没了 对差一点没了 然后但最终他还是拿下了独鹿的控制权 对 而且他一会打DSS也非常轻松 DSS只有coco一个人在放上去 南边JD也想要推进 我刚说完右上角 李白就已经被放倒了GHD和EMT的话也是 这GHD他原点的话61也在抽他 61拉出来抽 是的 他已经拉到蓝圈里面去抽人 对 实际上还是能小扛一下的 这一波的话EMT也是顺利的解决掉了GHD 禁点没什么压力的 他就想要这个反坡加蓝房的控制权 他也没瘫 港亭是让给的DDT的 后续两支队会争夺前面前的反坡 不过隔壁的KRG也是这个想法 也是对我接下来的摩擦可能性非常大 看五阶段的圈形判定 圈往圈让身打 才是关键 南南先把26也放倒了以后 旁边的一个中米出枪打倒857 由于DSS队友还在远点 其实完全帮不上什么忙 DSS队友是想打 他想主动出击 可是主动出击 为什么是在李白掉了之后打 在转移的过程当中 这个Coco也没有点位可踩了 冲到了IQ脸上 抉择有一些问题 想要熬过这个圈形 Pero在疯狂的输出 然后打开一些局面 看能不能在这个阶段抽掉 Dava已经是被鱼人一枪钻鱼 连打 F过来的阿卡德也贴在了幻神脸上 被卡住了 马哥有点危险了 马哥危险 还好队友给到了一丝丝压力 但依旧还是被Stella给打掉 SASA拿到1分 SASA把这分给拿下 其实刚刚从上一局就能看出来 Stella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 他这个中距离的抽把能力确实强 他这个中距离的抽把能力确实强 DK 他这个小神尾的屁好准 Pero那个位置 现在终于有大V的机会了 我又做卓子军过来 直接是把小鬼给冲了这个厕所 想拿头线打到了墙上 拿下厕所 厕所做个支点 接下来上面去推反坡 前面去接 先把Harry秒掉 我四面八方的枪线有些多 周平炎有点难顶 DT来了 作为一个劝量方向入道战场 那是这颗雷 换神的位置有点危险 还好没有炸到 这种车系做了一个掩铁 DT帮忙压制了 头顶的队伍 那换神纪念1V1 拉起还有一颗雷 看雷的角度 术后没有丢掉 换神回进一颗 三秒 三方的一个作战以后 看一下KTF 今天到位 PT 如果是在圈的边缘的话 他有可能成为最大的收益者 但依旧还是要担心 远点的强陷情况 忍一手 雷丢过来 没有砸到 最后也是倒在蓝拳里面 右上角星星已经跳出来 DT 作为一个圈量方向入道战场 虽然 分数什么的没怎么收 但位置拿下来 而另外一边怎么回事 X-Left-E刷屏 直接带走了 EMT也是属于他经典的敌人 对手 把反驳打下来了 HN 就抬不起头 在这个位置 KRG 主要是巨斧 一直在抽他们 就否则两个人火力还是挺猛的 嗯 这架图位置确实太优势了 炮楼里面的妹妹也拔不掉 KRG现在被三杆枪压制住 他想快速的解决炮楼妹妹 用闪 去让对方听不到脚步声 再来一颗雷 对手 两颗雷一颗雷 再来一个闪 想直接上二楼了 顶着枪线上二楼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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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过黄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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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没有差 两个 mehrere 突然 我没有差 冲啊 似啊 性 AKA 他给我被派出给抢了下来 天霸 这感觉啊 但确实他进去肯定很难的 但是莎莎下来了 下来好像看不到了 不过他三人集结 已经在去清边缘独狼了 交友对倒了一个 AZ有没有机会完美对开 刚说完这个莎莎 这个枪口直接秒掉了AZ 信息吃的全 天霸没有完全被淘汰 天露这一局的资源好丰富 我看到 3A现在有点小压力了 大家都在虎翅单单看着他准点 KRG已经先冲了 但是破点全是平路 他只是要防一波成绩 四面拔望的强险 这个化身成为了靶子 这不仅把KRG带走了 还要让对方的车直接给炸毁 天露先冲了吗 先来到马鲜石头上 那这样的话 佩尔是可以去抽他的 而且今年还吃到了3A的投制物 这个手雷好痛 天呐 焦羊拉环了 这个雷 出大事了呀 这一波天路 他选择先去的话 是不是会找到 两支队伍的一波夹击 我烟起的有一些碗 但也没办法 头车落位的时候 你也没有起来 后面 萨达还在操作 小彤 给六下枪 没有什么成效 也来到了近点 现在就看远点 开肉也不能直接上 这个雷有效果的 还有火 还有雷吗 小童特别秒了一个 马路上的 Gromes给放倒了 这个时候缓缓的上路有爬 还有投注吗 有 看了看 看一下 是不是灌篮高手 有了吗 彻底漂亮 一雷双翔 炸死一个 直接炸倒一个 再来一个 受雷 这个时候贝尔在旁边 看到这个情况 好想去参战 已经来了 左子轩来到近点 疯狂K 这个雷里面有队友的一致 小弟呢 在朝着天路方去丢雷 3A只有一条反坡了 后面队友已经把巨幅给处理完了 三打一打一的决赛圈 Pero 已经完全压过来了 光两颗过点烟 还在看3A 宝石哥最后的位置 来一颗排点雷 宝石哥拉出前位 对小童看到 小童特别秒了小左 麻木的雷朝着小童丢去 炸了半斜 宝石的一个补枪 二打一 然后可以给麻木有个小的夹脚枪线 只差一枪 他现在已经打的 宝石哥抬不起头了 两个人把他打仓以后 再换一个位置 一个夹脚枪线 小左被火烧了 被淘汰 二打一 没化妆就在小狮子的右脚旁 把腿伸一伸 就探到了 他要是刚刚第一颗就是第二颗这个样子 应该是中了 没什么问题 最后一颗守了也是炸掉了对手 恭喜Pero在今天的第二局里面是拿到了12个淘汰成功吃鸡 这个转甲车库太灵性了吧 我我